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與太平洋島國巴布亞、辛基內亞 簽署了一項安全協議 擴大美國在他們國家的軍事存在 儘管代替美國總統拜登附約的國務卿布林肯 聲稱協議與任何國家無關 但西方媒體普遍認為美國這樣做 志在抗衡中國在太平洋的影響力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在忽視了太平洋地區多年後 華盛頓希望迎頭趕上 而中國在當地已經深耕了幾年 布林肯抵達巴薪後 就行駛在一條由中國援建的 綠車道的高速公路上 這條公路是由中國企業在2018年援建的 11個月的時間就建成 是當時巴薪全國技術標準最高的一條城市道路 BBC說拜登的失約令這份安全協議黯然失息 華盛頓可能需要做更多工作 以說服太平洋島國 美方確實將他們視為合作夥伴認真對待 富克群島總理馬克布朗就直言 拜登臨時放飛機 勢必令一些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失望 BBC報導過去10年 北京一直在努力加強和幾個太平洋島國之間的關係 向他們提供援助 並投資修建學校、道路和橋樑等基建設施 當地時間22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抵達巴布亞新基內亞的 莫爾茲比港後 就行駛在一條由中國修建的綠車道高速公路上 巴薪援建道路項目由中國港灣EPC總承包 包括政府大道新建的獨立大道項目 以及修緝了巴薪機場、快速公路項目兩個部分 是中國政府近年來援助巴薪的重大項目 亦是2018年巴布亞新基內亞 舉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重點配套項目 其中全長大約1.06公里的獨立大道 連接了巴薪的議會大廈和首都地區的主幹道 雙向6條行車線 設計的時速是每小時50公里 是當時巴薪國內等級標準最高的道路 將會直接服務於巴薪相關重大活動 超過2000名現場工作人員 利用205天按期保則完成任務 順利在APEC峰會開幕前正式通車 與此同時在二戰結束後對太平洋地區興趣減弱的西方 近來就意識到中國在這裡的影響力日益增加 於是一段時間以來西方致力於擴大在巴薪等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 和軍事存在謀求壓制中國 澳洲領導人和官員開始訪問一些賭國 美國也重開已經關閉了30年的駐索羅門群島大使館 包括這次美國和巴薪簽署的安全協議 將會允許美國使用巴薪的機場、港口等關鍵軍事和民用設施 理論上允許美國軍隊在巴薪建立實質性的存在 儘管布林肯聲稱協議與任何國家無關 但美聯社直言美國想抗衡中國在太平洋的影響力 布朗對此說西方正越來越關注太平洋地區的發展需求 太平洋國家對美方拋出的橄欖枝表示歡迎 但不希望被夾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 他說我們希望找到能夠合作的領域 在那裏我們可以得到最好的支持 以實現我們的發展議程和氣候議程 重要的是中美之間不必要合作 他們可以跟我們合作 所有的合作夥伴都有足夠的空間進入太平洋 幫助我們實現發展議程 法新社就報道 美國和平研究所太平洋島嶼高級顧問皮克就認為 所有人都是朋友 沒有人是敵人是大多數太平洋國家 非正式的外交政策口訣 他們堅持這樣做 並且產生了可觀的正效應 此外BBC援引分析人士說 拜登缺席這次巴薪之行 令這份協議黯然失色 報道認為拜登本應該是一個世紀以來 訪問巴薪這個太平洋島嶼的第一位美國總統 巴薪政府為此提前準備了半年 甚至是將星期一宣布為公眾假期 但想不到最終拜登為了解決國內的債務違約危機 取消了行程 改由國務卿布林肯代替前往 原定計劃中還有18位太平洋島國領導人 將與拜登會面 布朗認為對於一些作出特殊安排 特地前往巴薪 與拜登會面的太平洋國家領導人來說 這是令人失望的 報道提到去年 匪制領導人曾向布林肯抱怨 對於一同會悟的西方領導人來說 太平洋島國就好像一個小點一樣 他們在會上談論我們 但卻不與我們交談 BBC援引分析人士說 拜登失約提前返回美國 是選了一個令這個資源豐富 戰略位置優越的地區領導人失望的壞時機 華盛頓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才能夠說服這些太平洋島國 美方確實將他們視作為合作夥伴認真對待 美國打著促進穩定的旗號 推動太平洋地區軍事化的舉動 也引起了部分巴薪民眾的不滿 根據美聯社報導 巴薪第二大城市來城 22日就發生抗議活動 反對美國利用安全協議進入巴薪 一位抗議的學生說 美國沒有向他們提供援助和其他東西 他們只是想簽署安全協定 相比之下 中國修建道路和資助學校的舉措 為巴薪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同一天來自巴布亞新基內亞大學 巴布亞新基內亞科技大學 和哥羅卡大學的學生 也在不同地方舉行了抗議遊行活動 學生們認為與美國的這份合作協定 和巴薪、廣交友、不樹敵的外交政策不符 政府在簽署協議之前 應該讓民眾了解協定內容 並且將它提交議會進行討論 他們還認為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 巴薪需要的是經濟合作協定 而不是在安全領域的簽署協議 巴薪政府為了安撫國內的情緒 之前曾發表聲明說 雖然巴薪沒有敵人 但早準備是值得的 這份協議與地緣政治無關 而是承認本國需要建設國防能力 聲明還強調巴薪並不排除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合作 對於美國和巴薪簽署安全協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2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 中方對於有關各方和巴薪等太平洋賭國 開展正常交往和平等互利合作不持意義 中方一貫主張國際社會應當更關注和支持賭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多度有利於地區和平、發展和穩定的事 雙簽任何的合作文件都應該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 需要警惕的是以合作之名搞地緣政治博弈 同時中方也認為任何的合作都不應該針對第三方 結論是美國可以有一定的資金援助買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合作 但是目前都是為了建立軍事基地和中國抗衡 而中國的佈局就從長遠著眼 力所能及支持能夠為及當地民眾的民生項目 同時都助力中國企業向海外發展 兩個目標是互動的、可持續的 而美國就只是從安全的角度考慮 美國的企業對於發展中國家這類砍石仔的項目根本沒有興趣 美國的體制注定了中美對發展中國家關注的差異性 這也是中國方案在發展中國家有優勢的地方 另外七國集團G7廣島峰會日前閉幕 G7成員國固守陣營對抗和冷戰思維 大肆炒作涉華議題 英國首相新衛城更聲稱中國是全球最大安全挑戰 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 再連發多條推文駁斥有關的言論 並以井底之蛙的漫畫諷刺G7不等於全世界 華春瑩在推文中說 一些G7成員說中國是全球安全和繁榮的最大威脅 這是否認真的呢? 他說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頭號引擎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G7成員國的總和 是140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 也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第二大出資國 華春瑩說如果中國是一個威脅 那些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推翻外國合法政府 退出多邊條約 強迫其他國家撤斷供應鏈的G7國算是甚麼呢? 華春瑩說現實世界是不會被洗腦和魚弄的 然後華春瑩還展示出三張圖 其中一張描繪了一隻青蛙坐在井底 並問G7等於世界?一個問號 另外兩張圖體現了近十年來 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38.6% 超過G7成員國總和的25.7% 以及G7國家人口總數和土地面積 在全球佔比分別10%和16% 中國日報社歐盟分社社長陳偉華 在華春瑩有關經濟增長貢獻的推文下留言 說這就是G7這麼憤怒的原因 失敗者的心態 此前華春瑩也在Twitter發文 狠批G7峰會聯合聲明等文件炒作涉華議題 五華G7宣稱要對中國去風險化 出台所謂的經濟安全文件 以所謂的經濟脅迫影射中國 大家好 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能看得流暢一點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